《華山論勢》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華山論勢》節目 今天我們與牛蘭出卿聊天 我們不如又談談俄烏戰士 又談俄烏戰士 你贏三寸地 他又贏半呎 沒有意思 我們不是說這些 我們只是說大勢 奇怪的地方就是 在戰爭之下 現在有一個贏了 有一個輸了 贏了不是在戰場上贏 贏了就是俄國贏了 經濟上 打仗成為十年來 歐洲最大的經濟體 世界經濟五強之一 因為打仗 他可以到達這個位置 他還有購買力 經濟總量贏了德國 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 又是談談大勢 跟大家聊聊天 談談這個問題 這件事 可能有些人不清楚計算 好像烏克蘭 烏克蘭必定是越打越弱的 因為實際上他沒有生產力 沒有生產力 他還要不斷借錢買東西 他一定是越打越弱的 他那些糧食就是儲存在倉上 賣不到出去 你自己吃就沒問題 但你吃了多少 你多嘛 是 但是呢 這個習年司機說 他現在的烏克蘭軍隊是歐洲最強的 他說他的裝備 怎麼算 他說他的裝備技術是最多的 不是 他的裝備是否最強 我不知道 但是他的裝備 最慢國旗就是對的 即是你說 這個特國坦克 這裡有一架美國槍 那裏有一些波蘭子彈 即是你全部拆在一起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未曾試過有一個國家 戰事在他本土發生中 他是好的 即是你在那裏打 你要停戰 國家才可以有發展 如果在你國家那裏打 你只有衰的 問題衰多少 但是最重要就是 如果你一個戰爭 那個戰爭者 在別人那裏打 你記不記得一個最慘痛的教訓是什麼 俄國和日本在中國打俄日戰爭 誰慘 中國慘 各國生產 日本生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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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什麼都沒有問題 是中國東三產 這個也是這個問題 現在美國歐洲和俄國 大家都在打 在那裏打 在烏克蘭打 影響不到俄羅斯 所以有些軍事專家說 打這場仗 美國的軍工中合體是賺錢的 因為賣軍火 另外一方面 這場戰爭 都成為俄羅斯經濟的潤滑劑 因為俄羅斯要打仗 必然要生產軍備 俄羅斯的經濟學說 我生產出來的東西 我就是創造了價值 創造了GTP 還有是有製成品的 不是服務 如果你是服務業的 我就跟你拿杯咖啡來 那些基本上是你沒有東西創造出來 但一架坦克 一架炮彈 一架槍 子彈 全部都是國家要跟你買 買了的時候 你便有潤滑劑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即是創造了財富 如果俄羅斯 是要拿自己外戶去買美國 那他會吃虧 那他會吃虧 現在美國禁止了他 唯有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如果大家記得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1930年的時候 美國就是大蕭條 那靠什麼東西重新起來呢 美國全部重新起來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噴噴聲 當時呢 就是國家 你印債券好做什麼好 但是你買很多 很多東西 在軍工業上買很多東西 製造很多東西 船好 貨車好 坦克車好 什麼都是製造的 全部都是萬階以上的 那你不是全民階 不是做兵 全民都有工做 有工做 你有錢 那你就有花錢 各個地方 就是很旺盛 那現在俄國 情況就是 發覺 我這麼多的舊東西 我拿去 全部都射了 那我是不是要再做些 而尤其是今天 我覺得 為何 他自己說得很厲害 我已經超過德國 因為 我也相信 俄國現在做的軍備 不是只是做給烏克蘭打的 而是他做了預定 咦 我以前那些東西 不夠砌 到時跟北約開火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多很多倍的坦克車 很多的軍備 很多的飛機 才跟他有得打呢 所以 一看之下 他花的錢是多 那他的錢從哪裡來呢 他賣到東西 他有可以賣給中國 賣給印度 他糧食可以賣去別處 所以 換句話說 今次 就無端端益了俄國 因為 封殺俄國 逼了大家 金磚五國的俄國 變成了一個生產大國 生產什麼 他自己用的東西 另外 他在那些日常品 那些中國 中國供給 又沒有問題 所以他都不做那些東西 就給中國做 是 所以現在看 另外 就看回在戰場 戰場現在是穩定的 實際上 烏克蘭進攻 就是吃虧的 傷亡大 這個很慘 是的 有一個說法 每一個星期都死一千人 死傷一千人 這樣搞得 羅打下去 還有多少人打呢 實際上 現在看回烏克蘭的整個戰術 在主要陣地上 就是很難往前進 連地雷陣都過不了 然後就是 好像就採取一些游擊的戰術 譬如說 去克里米亞 又襲擊一下 又派一些敵後武功隊 進去 又騷擾一下 跟著就是 無人機 無人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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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但這些都不會 宣傳作用 不會根本影響到整個戰場的態勢 有趣 大家可以問一個問題 俄烏戰士會打到什麼時候 這個真的很有趣 照我看 最少都會打到明年11月 即是美國總統大選 究竟是誰上場 如果又是拜登做 那就繼續打下去 但如果不是拜登做 要換了共和黨的人出來 就很可能 戰事就完結 因為我在網上 聽過一些 共和黨的候選人在說 譬如有一個 印度裔的 就是Vivek Ramaswami 就是商界人 去了選總統 求共和黨 如果選上了 又是印度人 威瑞 所以 莫迪 覺得威瑞 我們 印度人 英國 美國 又是 如果可以 就行 他的說法很有趣 他的意思就是 尼克遜當年 去中國找毛澤東 達成了聯中抗蘇 聯中抗蘇 因為這樣才把蘇聯解體 打了下來 雖然不是打戰爭 但其實這個也是很重要 如果他選到 第一件事就是 馬上去找普京 亂俄 抗中 中國是我們的敵人 不是俄國 因為俄國 我們不用怕他 到時候 我就會 你要什麼 我給什麼 唯一我需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 跟中國脫勾 不要跟中國做老友 你做我的老友 就是 一個總統候選人 當然我覺得他選到的機遇 可能不大 但亦都代表了 共和黨覺得 這場戰爭 可能不是 令到美國人 會令你投票的事情 是 即是他也要給你 普京的 即是北約亞 那裏 即是我馬上不打了 我現在不打了 馬上不打了 你習近平也會害怕 如果你做了共和黨 就說不打了 雖然特朗普沒有說明 但我都相信特朗普 很可能都是不打的 不打之下 你還打什麼 你沒有人給水 沒有人給軍器 沒有人給子彈 你打什麼 你不能打的 即是我們看俄國戰事 我想最好的一個參照物 就是朝鮮戰爭 有人說韓戰 這個朝鮮戰爭 其實打到第一年之後 之後基本上在三八線上 雙本就相似 為什麼 因為中國加於前蘇聯 加上朝鮮 對付的實際上是聯合國軍 雙方面的實力足夠 夠強大 現在俄羅斯面對的 其實不是摩克蘭 是整個北約 整個北約在那裡支持他 然後 人就是烏克蘭出 軍器就是其他地方出 而且很多富翁軍進去 很多都要 走了 很多都走了 由英美 剩下波蘭東歐那些 跟俄國死守 美國英國已經走了很多 所以你看 原來以為德國的泡議來到 就會改變形態 沒有用 現在可以推論 美國的F16來了 都沒有什麼改變 都沒有意思 其實到今時今日 大家不要被美國佬 或者被澤林斯基騙了 現在目前在這個戰場上 你對的不是伊拉克 你對的不是阿富汗 你對的不是阿富汗 你對一個比美國可以有一樣強的俄國 飛機一樣有 五十多架飛機 或者幾十架坦克 丟了下去 兩下手勢沒有了 所以實際上 現在很多國際的軍事專家都說 現在實際上 就是打一條烏冬的三八線 最多是突出一些 他又咬你一些 其實在現在這個烏冬的三八線 目前來說 如果是從普京方面看 他的戰力目標已經達到 他拿了烏冬四個州 又保住了哈利米亞 現在實際上 在21月就決定了 究竟美國在知不支持這場戰爭 好了 如果又繼續是拜登的話 這場戰爭就成為一個 就是永續的戰爭 一直打下去 可能都是 你又飛機砲過去 我又飛機砲過去 你又乘幾艘飛機過來 你又乘幾艘飛機過來 其實就是不斷 一直都是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就是戰爭的情況 在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最慘是誰呢 第一個慘是烏克蘭 因為你也不能運送你的糧食 除了經陸路 經波蘭州之外 你沒有什麼機會 你的貿易都很傷 第二個是歐洲 因為記住 現在是九月 九月就快到冬天 再過幾個月冬天 又是歐洲 夠不夠氣 夠不夠暖氣 這些又是一個問題 所以你怎樣看都好 這場戰爭 是熬下去打了兩三年 打到大家根皮力盡 俄國很可能就坐在那裡 不斷生產軍器 因為打完仗之後 他都要生產足夠的軍器 去準備抵擋北約 再來一次的威脅 因為他發覺 舊時我那些東西不行 那我又要換新東西 一換新東西 你就有很多生意做 很多工 所以收生後 很重要的是 氣的問題 氣的問題 實際上不是冬天的取料問題 而是整個歐洲的生產成本 貴了很多很多 之後下去 歐洲一看 對我的GDP影響這麼大 不如你們和談 就此為止 最好大家生意做 我個人很留意到一個現象 就是習年斯基說 如果明年好一點 就可能會進行大選 他應該是大選 這樣又不好 那你是不是不用大選 如果他在身上做下去 是戰時狀態 他可以不選 他可以繼續做下去 如果一選 他輸了那怎麼辦 對 我覺得他很可能是不做 他只是說我不做 你可能要軍管 你不可能說不選 就是北約來管 不是 老實說 你可能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你也沒有什麼人出來跟你爭 難探子一個 爭你做什麼 爭得倒又未必好 爭得倒的時候 就輸到死了 你解決不了問題 美國想打 你就要繼續要出人 你出人 人出 人出 人出軍器 但是到最後 你會在你的地方 你的國家裡面 就堪落 敗那一片 你有什麼好處 所以現在實際上 整個歐洲想停戰的傾向 是不斷想 開始了 但是歐洲的國家裡面 大家的心已經是想停戰 但是說出來就不是很夠膽 我想都要過多六個月左右 可能去到明年初 看看大勢如何 可能有一些新的壓力 被烏克蘭要去談和談 但是我也覺得 不去到美國總統選舉 究竟誰贏誰輸 可能這場戰事 都可能繼續打下去 打到什麼時候 明年11月 揭宗 又要看回美國 究竟是拜登 還是共和黨的人 是選到 好 今天我們講到這裡為止 拜拜 還有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部 幫我出聲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